最近我发现我的很多粉丝 为什么老是说我的卡贴机那么容易跳激活 卡贴机就是垃圾 但是小羊要说你们只是选错了方法 所以说想入手便宜卡贴机的 千万要注意了 这期视频不仅要看完 你懂了之后还能教教你正在使用卡贴机的小伙伴 首先卡贴机的激活方法有两种 一种的话是自动解锁 一种的话是手动解锁 大部分人在解锁模式上就已经选择错了 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 就以小羊家这台4599的13 Pro Max为例 首先是自动解锁 这种方式的话好处就是方便 但缺点的话就是在信号较差的位置 比如山沟里面不服务的一些地区就容易跳激活 原点很简单 这种模式下它会自动搜索信号 但是搜索的同时会弹出激活页面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手动解锁 这种模式下哪怕信号再差 它也不会去跳激活 缺点是如果你进入完全没有信号的区域 离开后需要手动点一下反激活来获取信号 但在2023年的5G时代 你想要找到一个完全没有信号的地方 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说这里也没办法给大家演示 现在最好的激活方式就是从自动转为手动 不仅不会跳激活 也不会影响基本的正常使用 而且像华翔美这种黑客机满天飞的一个情况下 卡贴的信号强度压根跟夺行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价格的话也比无所便宜了大概小一千 如果说你在收到货之后 我们也会一对一的教你怎么去激活 所以卡贴机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复杂 好不好用不在于机器本身 而在于商家的一个售后服务